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还有一位也是四十一岁 他就这个猝死了 素卿这个人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也是最近大家满震撼的 就是我们的想想剧团的团长 那他在那个艺术节的时候 正在表演当中的休息 他以为他在休息 以为他在入戏 他就在人群眼睛的看下 大家都以为在休息的状态之下 其实他已经过时 所以距离他当时心脏问题发生 到他被发现 说不定推测说不定快要一个小时 所以送去当然就没有回来 那时候医生说 你看看四十几岁的人 黄明安 对黄明安 而且重点也是身材完全看不出 所以我可能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肌肉很筋实 觉得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丝碎肉 结果医生说他是什么原因 医生说他们 他应该是因为高胆固醇血症 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塞或什么 就猝死 但我在想说 心阴性休克 然后我就在想 以前有一个 我认识一个很胖胖的医生 然后他每次 我们讲说你医生这么胖 你都不减重 他说你们就是太瘦了 太瘦都没有地方放脂肪 像我的脂肪都放在我的身上 所以你看我没有高胆固醇 可是他什么大家都想这么精壮的一个人 42岁看起来平常也有锻炼 居然因为高胆固醇血症 心肌性猝死 所以他在想说 这也太严重了吧 而且他没有剧烈运动 你想想 他只是在演戏 大家以为他在入戏 这目睽睽之下 甚至没有求救就过世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 他是蛮胖的 他去看医生 医生也蛮胖的 是 然后医生就交代说 你要减重 病人跟他说 已经立了 你说胖有两种 真的 我也有个医生朋友也是 他说我告诉你 我可是健康的胖子 这个请教一下洪医师 高胆固醇血症 心阴性休克死亡 这是什么 其实他心阴性休克就是说 他简单说就是说心跳停止了 他其实在 其实心阴性休克真正的意义是说 我们心脏衰竭什么那些的 但他只是给他去 就是就等于他就是猝死 他就猝死 是 但他猝死 那为什么叫高胆固醇血症 我 因为我看到那个苹果日报 上面好像写说 他平常有高胆固醇血症 好像这样说的 但是就不知道他的那个 那个医生讲的那个 到底有多高 然后什么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像以前在节目中 也有说过心肌梗塞 像是土石流 心肌梗塞是血管 临时的摊方 他不是一天一天 今天塞百分之三十 每天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然后最后就堵到 常常他原来只有塞三十percent 然后突然有一天 临时的垮下来 山壁突然垮下来 临时的山壁 所以山 所以我们的血管壁 平常都有卡 很多东西它会垮下来 我们的血管壁 从年轻开始 他到年纪大 他血管壁就是一天一天 像年轮一样 一天一天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是一个甜甜圈 以前是一个超级小的甜甜圈 超级薄的甜甜圈 中间的洞很大 然后你的甜甜圈 然后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 你血液中间的胆固醇 什么那些 那都会累积在你的血管壁 所以你的甜甜圈 到后来就变成超级厚的甜甜圈 超级厚的甜甜圈 那中间的甜甜圈 中间那个洞 中间那个管子 它有几种可能性 有的人就慢慢 洞就变小了 这时候你走路或运动 你就会有症状 会喘 会喘 或者会闷 或者会痛 那还有的人 还有的甜甜圈 它本身是奶油型的甜甜圈 它外面那个内层 已经变得很厚了 但是奶油 再碰到一热的状况 它一化掉 化掉就把中间那个洞给堵到了 那堵到的这种状况 就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所以它的 所以我是另外一个形容方式 就是说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其实也是血管塞住的意思 血管塞住 它是一个土石流 临时的山壁 就突然下垮下来 所以那至于为什么讲到了高胆固塵 因为高胆固塵 胆固塵越高 你那个甜甜圈变厚的速度 就越快 但你胆固塵越高 它是 而且人家研究发现 很好玩的一件事 它是直线相关 直线相关 就是当你画的胆固塵越高的时候 你动漫硬化的速度就越快 你越低的时候 速度就越慢 所以也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 那个血管壁是垃圾山 垃圾山 那胆固塵越高 你的累积垃圾 你丢垃圾的速度越快 你垃圾山越容易崩 你用就崩掉了 但是如果你胆固塵越低的时候 你这个垃圾山 你累积就越慢 那使用年限就会增高 所以它的那个 就是根据那个新闻的说法 那也许回过来 它就说 这个平常的胆固塵通通都很高 那垃圾山一天天累积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 垃圾山受不了了 垃圾山 所以就变成心理梗塞 那请教一下伊丽 我们食物里面高胆固醇的食物有什么 其实如果是胆固醇血症要分 就是说如果是一般 如果是三酸甘油脂 因为胆固醇里面有很多 有三个组合嘛 里面有个叫三酸甘油脂 过高的话 那跟饮食控制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是坏胆固醇 比如说LDL高的话 那有可能它有的是遗传性 那个叫用药 不是说你吃燕麦或吃蔬菜 它就会降下来的 这可能病人要先知道 但如果三酸甘油脂的话 倒是它的三个 三个饮食里面要特别注意的 一个是糖 金字糖 然后一个是膏油 另外一个就是酒精 对这三个其实 我们会建议就是要控制这三个 尤其是酒精 酒精很容易让三酸甘油脂 一下就不要高 你只要戒酒 其实如果是酒精性的 它就会掉下来了 这个酒其实我觉得倒是要控制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刚刚提到就是糖 还有油的部分 我们台湾人大概会有从几个地方吃到比较多 我们撇开那种你看到膏油的 比如说控麻 那种大家知道是高油脂的 高盐分的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饼干 像很多的那些零食饼干 也是膏油 很多都是属于里面有糖 然后有膏油 另外它里面的油 可能是偏向于饱和脂肪酸 比较高的油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棕榈油 椰子油 因为这种东西 棕榈油椰子油 它是属于比较便宜的植物油 它很适合用在烘焙 所以其实你去看你所有的饼干 零食里面用油 如果这两种油 会造成你的饱和脂肪酸过高 可能会诱发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高胆固醇里面 三酸干油脂过高 它又甜 然后又油 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在讲的内脏类 台湾人很喜欢吃那些下水汤 然后什么腰子 猪肝这些 那这个也是属于饱和脂肪酸高的 对所以有些人会说 那我不要吃虾子螃蟹 那个反而它是属于 那个胜固醇指数是低的 但是你吃的如果是内脏类 猪肝腰脂这一种 反而是饱和脂肪酸高 反而会造成酸酸肝腰脂过高 我最爱吃的 那是什么 你会加肝呢 这个可能就是内脏类 要特别小心的 切齿觉得很好吃的 对然后第三个 腰脂呢 对它是腰脂过高 也是胆固醇很高的 就下水汤 其实下水汤里面最高 其实是那个大肠小肠 最高的 其实它的油脂跟饱和脂肪酸高 其实大肠小肠非常高 所以你该吃的那个大肠面线 对对对对 大肠面线 尤其那味道有高的 对或是下水汤 真的说30年了 对 那个真的真的要 真的要解智 然后第三个是年轻型的 就是三酸肝脂过高 就是喜欢喝饮料这一款 喝饮料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纯果汁 很多人就说 我可能不加糖 可是如果他喜欢喝的是 纯的果汁类的 那也会让我们三酸肝油脂过高 这个可能就是风险 太甜了